神速奔馳 時間亦都差不多了 頭場的賽事 看看哪個騎練的組合能夠贏得到 交給集前 等著這隻 擂台等 神速奔馳 他排了一個四檔 全部馬筆準備 頭場三班一千的直路賽事準備 四檔 一開集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看到中間位置 藍眼罩就是神速奔馳 其實大家很平排的 外蘭同友友 再看到第三位 有這隻是怡春輝煌 第四位紅色頭罩那一匹 二話不說 前面第五風流人物 後面兩匹馬 波爾多 和王者驕傲 跑了一段 神速奔馳佔先 同友友就是外蘭第二位 中間有怡春輝煌 入面風流人物 第四位二話不說 第五位王者驕傲 包了最後的馬 是那隻波爾多 好了 鬥到最後 也不是鬥了 前面神速奔馳 比一下比一下 自己走一下 都已經拋來了 大約有個幾身位 風流人物第二位 外蘭二春輝煌 入面上來的馬 還有一隻王者驕傲 接近終點 神速奔馳 以一個無敵的姿態 拋掉對手 打打星班 跑第二名的馬 相當接近 中間風流人物 外蘭位置 紅毛那隻 宜春輝煌 入面是王者驕傲 第四位 神速奔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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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 周俊樂 勝出的 第二名是風流人物 神速奔馳 神速奔馳 牌 神移立 神速奔馳 神速奔馳 gate 神速奔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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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é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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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同樣有,一放不到頭籤,調籃都沒什麼用 回來也是斷得很快 雖然宜昌輝,出閘一閃 雖然期內不是很追,但起碼沒有減弱才維持到差不多速度 後面追得近,黃仔驕傲追DD跟上次一樣,都是用得近的 其他都是波爾多,承著後面那兩隻力量下去,看起來可以追一點點,但也不是有什麼勢 經常用得近,減分就減慢 暫時未上名的黃仔驕傲 後幾個第四,頭場賽事都複港元筆勒派彩作實 位置Q派彩5答6有13.5,2答5派49,2答6派69 三級派彩勝出A1隔夜,沿門派16.5 二重賽,5號,6號,順序派35元 四連環2號,5號,6號,7號,派224元 四重賽,5號,6號,2號,順序派1679元 看看分段時間,頭段13秒02,第二段20秒69,末段22秒48 完成時間56秒19,和表長時間差不多 完成時間